作為英港人的熱門居住地點 英國第二大城市白鳴漢當地時間9月5日宣布事實破產 除了保護弱勢群體及滿足居民基本所需等法定服務之外 白鳴漢將暫停一切其他開支 英國的大城市走上破產這一步 可以說是其來有致 嘉欣有媒體指出其實自2018年起已經有多個英國城市先後宣布破產 英國經濟畢竟的情況有多嚴重可見一班 隨著百名漢破產 英國BNO移英計劃背後的吸材考量也逐漸得到印證 英方處心積累要晉級香港的錢財和人才 還要趁機攻擊中國一番 這種卑劣的手法普天之下除了美國 或者只有英國政客才想得出做得到 白鳴漢的事實破產到底是什麼回事 簡單來說 白鳴漢市議會目前已經有8700萬英鎊 約8.56億港元的赤字 也不呼知是肯定的 而更嚴重的是 白鳴漢未來還要面對各類財政上的問題 包括電腦系統更新計劃嚴重超支 通脹嚴重 公共服務支出增加 再加上中央政府削減10億英鎊 約98億港元的預算 以及需要為2012年的男女同工不同酬 申訴案支付巨額賠償等 令到白鳴漢最終走上破產之路 破產之後 對白鳴漢的居民 尤其是那些所謂移英港人有什麼影響呢 現階段其實一切都說不準 因為雖然已經宣佈破產 白鳴漢的議會仍然需要在21日內召開會議討論相關問題 包括討論如何修訂預算 開源折留 市政府提供的服務有影響 這點是肯定的 至於會影響到什麼程度 對不起 實在是前路茫茫 沒有人看得清 雖然說白鳴漢必須提供基本的法定服務 但在嚴重缺水的情況下 即使服務能夠維持 但質素和效率肯定已經大打折扣 而不說不知 其實自2018年起 英國最少已經有5個市議會宣佈事實破產 這些城市包括塞羅克 克羅伊登 斯盧 不安普敦棍 以及玉金 當然這些城市沒有白鳴漢那麼大型和知名 但英國經濟毀美不振 地方政府逐一爆煲已經是不真的事實 今次事件同時也突顯一個事實 就是英國的確是相當莫財 而為了吸財 政府當然無所不用其極 那個惹人恥笑的所謂BNO移英計劃就是一例 老實說坊間早有分析指出 這個BNO移英計劃 政策目標就是吸財又吸人 選擇移居者要帶大筆資產到英國 還要至少等5年才知道是否可以入籍 總總安排都顯示 英國這個聲稱撐香港人的政策 背後只是寄予香港人的錢財 據報由英格蘭47個城市組成的特別利益小組 Sigalma上星期已經警告 至少有26個地方政府面臨2年內破產風險 事實是自2021年秋天以來 英國通脹率不斷上升 是英國居住的人 正經歷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生活成本危機 而英港人們生活真是會好過? 你說呢?